餵 好 好 對,那我是Mr. Ali 然後今天的話就是 對 就是其實今天攀位非常的熱鬧 一改我之前 如果是我報告就沒有人參與的 狀況 非常感謝 對,所以就是非常有限 Gali跟Huan跟Jade 就是跟我們就是 在這個內容上面有做一些討論 然後也有實際的來看資料庫裡面的狀況 然後呢,也有 就是感謝找千福Ellen跟Marcus 對,他們就實際的去潛入我們的程式碼裡面 然後去試著去找出一些東西 然後像找千福也已經發了for request 對,非常感謝 對,那就是其實 大家都知道說 黑客松其實也才幾個小時 很短 對,所以其實 主要時間都還是跟大家 就是面對面的去聊天 然後去理解 然後讓大家可以來找朋友 對,都是很快樂的事情 對,都是很快樂的事情 然後接下來的話就是 就是跟我們GinV的Slack上面的這個 這個Cofax這個channel是連動的 對,然後主要是因為像 我們有一些東西可能是自動一直更新的 例如說 嗯 就是謠言的列表啊 或者是 就是GitHub的這一些 新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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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e request發出來 然後什麼 Approve了 然後什麼issue都發出來 這一些動態 我們想說可能把它 拉到Discord會比較好一點 才不會一直洗 就是 就是GinVSlack這個地方的版 對,所以我們這個地方就開了一個Discord 然後開了一些自動的channel 然後這個地方的 這個Slack 這個 喔 我把它往下一點這樣子 如果有人要掃可以掃 對 就是像 General這一個頻道 它就會直接跟 GinVSlack的 Cofax 是連動的 所以兩邊的討論 基本上是都可以穿得起來 對,然後 嗯 像是有這樣子的一個設計 對 在社群上面 然後 再來就是 嗯 就是在這個活動之後 當然我們每一個禮拜三的晚上都還是會有meeting 對 然後meeting 每一個禮拜三的meeting的Note 也都 公開在網路上面 然後 每一個禮拜三的時候我都會去發佈說 欸 這個 今這一次的議程會是什麼 然後 在這個地方有這個線上出席的這個Gather Time 這個點進去基本上就會進到Gather 然後我們就可以去跟著我們一起開會 這樣子 對 好 那 接下來可能2023年開始繼續往下的話 我們應該都會去 嗯 做到 就是會持續的去做一個resilience的部分 就像就是在去年8月的時候 裴洛西來台的那個那段期間 有注意到 欸有那個 看板被 被被害的事情 對 就被放一些同戰的訊息 對 然後那個時候我想的不會是 不會是 哎呀他的資產怎麼這麼爛 而是我在想的是 怎麼樣才不會讓Cofax變成那個看板 所以 嗯 所以其實resilience可能還是蠻重要的 所以我們想說在今年 就是去年就是在想這些 關聯 可以有什麼東西可以做 然後今年呢就把這個東西 這個所謂的 Cofax chatbot platform resilience improvement plan 把它做出來 把它做出來 然後它的簡寫呢 是 CCP RIP 對 那就是 它是一個完全 沒有什麼 只有一個母音 可是3號就是讀起來 有一點 讓人 親切的一個簡稱 所以我們就一直用這個CCP RIP 對 然後 嗯 我們把它分成很多層 就是可能在基礎建設上面 或者是在 嗯 在在營運上面 然後以及在社群上面 其實都有一些 想要改進的地方 剛才Discord 其實也是它社群層的一環 大概是這樣子 嗯 那以上就是我們 今天以及未來要做的事情 謝謝大家 好的 謝謝Mr.Wazin